来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 它告诉了你一个关键码序列 让你通过堆排序 然后输出一个中间结果 这是不是就是在考你一个堆排序的过程呀 我们注意 它要输出两个最小关键码 所以说 它实际上是不是进行了一个小跟堆呀 我们现在来走一遍 对于这个关键码序列 来一步一步堆排 到输出两个最小关键码之后 开始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首先第一步 将初始的一个序列 建成一个堆 一开始的初始情况是不是这样的 现在我们是不是就要进行 建堆的一个操作 初始建堆如何建 是不是从二分之N取底 号元素开始 为什么是这个号 先想一下 这是不是在完全二杀数中 最后一个是非叶子节点 也就是说 这个节点它是有孩子 从这个节点开始 往前一直到一号节点 每一个来进行一下调整 来判断一下 那么在这个数里面 实际上就是要告你 从最后一个有孩子的几点开始 是谁 是不是这个 从他开始 往前一个一个来进行判断 大小关键是否符合 我们现在来看 以他作为根的一个三个点 是如何判断的 是不是 52 52 71 60 然后一看60是不是不符合小根堆 所以说是不是和里面最小的一个52进行交换位置 交换之后是不是这样 然后下一个该比较谁了 是17吗 是不是不是 是不是应该先比较72 因为它是按照排序的逆序来进行比较 对吧 理解一下这一点 然后在这一个子数之中进行判断 最小的是谁 是不是8 所以是不是要和72进行交换位置 下一个该判断的是谁 是不是17了 17进行判断 它就是最小的 无需交换 然后往上走 最后一个是不是这个23了 那么23和他的两个孩子比 谁是更小的 是不是8是更小的 那么8和23是不是交换一下位置 注意如果你成功交换位置之后 你交换下来的这个是需要继续向下比较的 然后我们发现向下比较之后 它正好是符合的 就不用继续进行更多操作了 那么我们建好堆之后的一个结果是不是这样的 现在是不是 现在是不是我们已经初始建堆完成 然后是不是就要进行输出第一个最小关键码了 这个8是不是输出出去了 然后这个位置是不是空缺了 我们空缺的填补是用谁填补的 是不是拿最后一个元素进行填补 填补过来是不是60 然后从60开始向下调整 向下调整的过程是单向的 只需要进行一步一步找最小填补就OK了 我们现在看在这个数中 是不是找寻最小是17和它进行交换 是不是这样 那么变换之后的这里需要继续向下比较 一比较找间25交换 那么现在这样是不是已经向下调整到头了呀 所以说现在的一个情况是不是就是输出了一个最小关键码后的生日堆 然后是不是该输出第二个了 这个17是不是输出出去了 然后拿谁来调整 现在我们是不是要将17输出出去 输出完了之后 是不是直接进行调整 调整完就是输出了两个最小关键码后的生日堆 我们先把现在的一个情况画一下 现在输出了17这里是空着的 现在是不是这样 那么根据调整堆的一个策略 是不是将最后一个元素移到这里 然后进行向下调整 如何调整 是不是在这个找寻最小元素进行交换 23 71 然后在交换下来的继续调整 对不对 68 71交换 那么我们调整完之后的一个堆是不是这样的了 我们再在选项中来找一下 23 25 68 只有D选项了 对不对 往后面的比较完毕 52 60 72 71 OK就是它D选项 好的这就是一个整体的过程